中秋前夜 中秋前夜的枪声首播 6月29日22点25分重播 6月30日17点25分 红色米东行超然MV凤林村 圆明蓝田 2012年西北洋隧道通车后 这里与福安老城区的直线距离不到5公里 虽然距离市区很近 但是这里的人们依然保持着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惯 1932年的中秋节前夜 一道枪声划破了蓝田金凤林村的夜空 北京性的人们不会想到 这声枪响将当时的闽东革命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而打抢这一枪的就是来自福安潭头镇后阳村的詹如白 詹如白 闽东苏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902年 詹如白出生在福安后阳这个偏远村落 他自幼过激给二叔 不想年轻的养父忍受不了地主的欺辱 谈恨头水轻生 养母激愤成疾 服毒自尽 这段悲惨的家事 在詹如白又小的心灵深处 埋下仇恨的种子 蓝田暴动后 詹如白带领游击队 正式公开打出了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的旗号 此后 第一支队频频出击 斩获颇丰 1934年 第一支队与第五支队河边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第二团 继续为革命浴血奋战 令人遗憾的是 1935年3月 由于叛徒出卖 詹如白被捕 敌人威逼利诱和言行讨打 都不能让詹如白动摇半分 同年9月 恼羞承诺的反动派 将詹如白残忍的杀害于福安在齐黄土港刑场 本集通过烈士詹如白的生平为主线 将詹如白的个人成长历程与共产党成立之初的时代背景相结合 讲述当时敏东人民是怎样在党的领导下 通过武装暴动 对反动势力进行抗争的故事 尤其是中秋前夜 詹如白带领秘密游击队 夜袭全副武装 却输于反反的地主据点 此意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勇气 由陈廷少将提字的蓝田暴动纪念碑 见证了敏东革命 如何从智能走向成熟 见证了无数敏东志士 用血汗浇灌理想 用生命迪荡乱世的阴魂好气 记录中国特别节目《红色米东行》 第五集中秋前夜的《枪声》 首播 6月29日22点25分重播 6月30日17点25分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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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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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